只是碰觸了一下衣服要感受材質 居然被當成了竊盜案的嫌犯 台南秘皇先生日前到連鎖服飾店逛街 過程當中他曾經碰觸過一件外套 但沒有想到半個月之後 接到警方通知說 店家在外套口袋當中 找到遺失商品的標籤 認為他有偷竊嫌疑 但店家提不出實質的證據 讓男子痛批這根本是不實指控 當時是就是莫的位置 是比較靠近胸前這邊 親自還原當時動作 畢竟只是逛個街 怎麼樣都不會想到 竟然被誣賴偷竊商品 我當時手上是空的 我也沒有塞進去這個動作 沒有直接證據就無故找到指控 不僅得去警局做筆錄 未來還得跑法院 讓男子氣憤又委屈 而且當天我並沒有去逛內褲那一區 那為什麼店家可以這樣指控我 我就是那個唯一的行儀犯 原來就在上個月 他趁著假期到台南永康區 一間連鎖服飾店逛街 過程中曾觸碰一件外套 但事後店家盤店卻發現內褲少了兩件 而標籤就放在外套的口袋中 因此認為男子有偷竊嫌疑報警 那全案一切到最前盤起 盤來地檢偵辦 根據男子表示 店家以隱私為由 拒絕提供內褲區影像 且警方也透露當天有多人觸碰過外套 只是他觸碰位置靠近口袋 就成了唯一的嫌疑犯不合理 但店家也做出澄清 目前都交由司法處理 男子也表示若起訴不成功 將會提無告求償 畢竟平白無故成了竊盜嫌疑犯 任誰都無法接受 記者 黃不齊 台南採訪報導